今天新增了四例的本土病例 都是醫院感染事件的確診個案接觸者 其中兩例是案863的先生還有女兒 另外一例是護理師採檢三次 原本都是陰性 卻在1月18號這一次出現了症狀而確診 還有一例是住院病患的外籍看護 令人擔憂是這名看護的感染源 目前還不清楚 指揮官陳時中更說 這一次是遭到強勢變種病毒株的攻擊 來看看稍早說明 四例的本土的個案均為醫院感染事件的確診個案的接觸者 那基本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表 大概我們大概是紅色的這幾個個案是今天新增的 大概是案864 865 他是案863同住的家人 那863在工作的時候接觸 863是10B的護理師 在工作接觸的時候 他有同病室的病案 同病房的護理人員 是868 那另外還有一位是在9B的Y級看護 他是869 那因為我們原來的856 他的主 這位主治醫師 他有跟這個869有接觸過 那似乎好像他跟869也跟838有接觸過 那到底他是有哪一位 到底有838或是856傳給869的 那目前我們在釐清中 那總共有這樣的一個四位的案例 一位護理人員 那兩位是原863的同住的家人 那另外一位是在9B 病房內的Y級看護 大概這位護理人863跟864 他們是夫妻的關係 那他們在案外的活動的地點 大概一個就是在1月13號11點半到12點15分 在桃園南門市場 1月16號11點40到12點35分在桃園南門市場 那其他還有一些相關的軌跡 我們現在在釐清中 那案865 案865他在在桃圭A7店的摩斯漢堡店上班 所以1月16號到1月18號 都在這個 這家的一個 桃圭A7店的摩斯漢堡 就8了 連判是從865 因為838跟865在856 有一個工作的接觸 那傳給856 那因為這個10B 所以是這個856 這個組織醫師他的專屬 就是專屬 就是他主要的一個服務的病房 在這裡面他可能又傳給863 傳給868 這是目前我們研判的一個路徑 這一次呢防疫再升級 因為不逃月內的感染持續擴大 下午化學兵也到場消毒 而今年兩天會將220名的病人 外移到專責病房 所有樓層都會進行管制 趕快交給現場記者柯沛學 好 主播我們可以看到呢 目前這個20名化學兵呢 是已經準備整裝待發了 除了整身的這個防護服之外呢 包括是每一個袖口 包括是腳踝這邊的袖口 也都是要貼上了這個膠帶 來避免病毒 病毒遺留在身體上 那我們呢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身上準備 背上了這個消毒的消毒的藥劑 還有呢 還有是穿上了這個雨鞋 包括是防目鏡 臉上呢也都是戴的這個防毒面具 那麼呢目前就是在等待這個 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 王碧盛醫生 令下就準備來上樓 去進行醫院的消毒 不過剛剛呢 這個指揮官也有說 今天是主要是針對院外 有民眾要移出院區 來進行他們周邊 包括是行李 還有醫院環境外面的消毒 不會進到醫院裡面 那麼呢 但是剛剛也有指揮中心 陳時中也宣布了 今天的這個居家隔離者 以及一種檢疫或回醫院為原則 今明兩天呢 都會將220名的病人 外移到專責病房 所有樓層都會進行管制 並且全面消毒 那麼目前呢 現在準備整裝待發上樓中了 比預計的時間是延後了一個小時 那麼呢 現在還要再進行 現在是準備已經上樓了 那麼可以看到呢 今天這場的這個不離桃圍音樂是 正名863的接觸者是釀成了社區的感染危機 包括是指揮中心剛剛公佈的足跡 正名863醫護呢 是在這個醫院是持續的擴大染疫當中 那麼呢 今天會有200名的 220多名的這個民眾是要移出院區 那會進行他們所住的病房 還有醫院的院區來進行 進行消毒 那麼呢 有沒有持續擴大感染的疑慮 都還要再等待 進一步等待指揮中心來繼續釐清 那麼呢 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的這個指揮 現在這些化學兵呢 是已經都正在這個 外頭在準備待命了 可以看到呢 現在是在 醫院外頭具會不會進去 醫院裡面還要再等待 看看等會會不會進入到院區當中 那麼指揮剛剛也是有說 今天近年兩天 會將220名的病人 外移到專責病房 所有樓層呢 都會進行管制 並且全面消毒 目前現在這個 預計要進行消毒的時間 是比原本預計三點整 現在是已經都四點多了 是延後了一個小時 那麼呢 為了避免這個病毒有外流的疑慮 這個所有的這個化學 學兵呢身上 除了帶的防毒面具 還有整身的防護衣 包括是袖口 還有拉鍊的接縫處 都是貼了這個銀色的膠帶 來避免病毒 入侵的疑慮 那麼現在以上就是目前的 這個不離桃園醫院最新的情形 我們交還給棚妹主播 好我們就進一步帶您來看到是 這本土個案863護理系 他同住的兩名家研新增確診 上有消息指出其中一人就在桃園的素食店工作 這就是摩斯陶傑的A7分店已經暫停營業 店鋪要全面的清潔消毒 您先給記者告訴您 好主播各位觀眾可以看到記者身後的這件摩斯漢堡呢 已經是拉下鐵門緊急來做關門了 因為傳出的裡頭就有人確診 本土案例再擴大 案863護理師確診的護理師昨天才被宣布確診 而他的家人案865也被宣布確診 而他工作的地點就在位在這個摩斯漢堡裡頭 而這些摩斯漢堡呢 還位在了捷運A7站裡面 因為這裡出入人員相當複雜呢 可以看到現場的人並不是沒有那麼多 但是因為公共運輸呢 大家去往不同地方就怕傳染風險在這裡就被擴大了 所以機場捷運這邊也不敢大意 在昨天結束營運之後呢 機場捷運跟摩斯漢堡已經做了聯合大消毒 要民眾不用太過擔心 而機場捷運這邊也表示呢 未來還會繼續擴大來做消毒的工作 而稍後呢摩斯漢堡也會在A7站捷運裡頭 來做消毒跟其他的防疫說明 以上最近情形把時間交給棚內主播 而新增的確診者疫調都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就來看到事案863這名護理師 他的丈夫遭到了傳染 列為案864 夫妻倆曾經兩度去過桃園的南門市場 也緊急進行大搜毒作業 連線記者譚可蒙 好 主播 各位觀眾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召開的記者會上 陳時中公布染疫護理師的家人也確診了 那根據這個疫調的結果 他們的足跡是有經過桃園南門市場 還有陶傑A7店的摩斯漢堡 那今天呢 摩斯漢堡是沒有營業的 但有發出聲明表示 為了要確保員工及顧客的安全健康 該分店已經從1月18號開始暫停營業 也會全面的來消毒 那店長根據了解目前也正在居家隔離中 那確保安全無余之後才會重啟營業 那另外陶傑公司已經在昨天結束營運時間後 進行A7車站全面的清潔消毒 另外其他車站則會在每四個小時就消毒一次 而南門市場這邊因為屬於開放式的市場 出入口比較多 人員來來往往也很複雜 民眾得知消息都先走走 而且還有民眾是罵指揮中心公布的太慢了 那市場內也是立刻請來消毒單位 緊急大規模的消毒 那跟著我們掌握最新消息 這個陳時中他也說 這次的病毒株與之前疫情的不同 是目前世界主要流行的強勢變異病毒株 那美國當地也大多都是屬於這一種 而且這也是武漢疫情之後 出現四大變異株的其中一種 潛伏期比較短只有2到4天 那不像之前的病毒株 潛伏期是最長可以長達一週的時間 所以也代表現在的新種病毒株 也是比較在短時間內就可以被檢驗出來 以上是我們掌握最新情形 隨便鏡頭照會棚內